周兄 我把镜头调转过来 我们看一下料子 你看到这个料子的种有多好了吗 看到了 这个料子种好 花也漂亮 但是它有个致命的毛病 不需要跟你说 你看到这些黑点了没有 看到了 这些黑点它是去不掉的 你的题材不是要做山水吗 把这些黑色的做成石头就可以了 做石头 对 黑色的做成石头 其他的要等设计出来 你再看一下 但是这个黑色的 基本上就是石头了 我想知道你为啥要做个山水牌 因为叫说山有水牌 山关低水管牌 没错了 又有人有钱 对对对对 我们是山主人丁水主财 我们要先有人才有财 要把人排在前面 只要人有了 其他才会有 对这个不懂 但是老师看你视频 多的时候才越懂一点 我出来给你在阳光里面 给你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挺透的 它是种老 要是种够老 如果不是这些黑点 这个料子就是要几万块钱的 我占便宜了呗 不不不不 不是你占便宜的 而是因为 它有了这些黑点 它的价值自然就下来了 我们通过工艺的手段 去完善它 也许它也不是缺点 可能它是点最好 说的是 我们把它做成黑色的石头 原来是说 厂长他跟我沟通了一下 他说这个黑色的来做树 我说算了 黑色的做树不好 做成黑色的石头吧 你就稍等我 把图发过去给你确认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拜拜 黑色的这边倒是可以挖掉 但这个是没办法 这一点黑是连着这里 你看黑过来了 然后你用手去抠 抠是没有明显的抠手感 但是里面肯定是 做石头才可以的 这一点呢 从后面挖挖的 掉当挖的快穿了 咱就不管了 那天在视频的时候 没有注意给你们看这个料子 本来这个位置是最漂亮的 但是这里有裂 就是裂穿了 所以就只能去掉 到时候看看什么东西 什么顶住之类的 然后这个料 它为什么价格不高 品质在线呢 就是因为这几点黑点 刚开始说这里做树 我说做树不好 黑色的做石头 做树的话 感觉树都快要枯了 所以后来就赶 这是这一面的 在这里的 黑色的 我们做成石头 然后这是两面弓 这是前面 这个黑对应这点黑 后面更好看 后面这里 你说一个在撑床 一个在坐在床上 他们是去游壶 还是去补鱼谋生 我觉得既可谋生 也可游玩 双面调的 这两面是满窄而归 你看两个戴帽子的 能看得出来吗 今天是阴天 我们一般做黑的 必无可避 它穿过来的 那我就把它做成石头 这个料子呢 其实它的品质很够 但是卖的很便宜 主要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黑 这一点花掉了 然后这一点它穿过来 然后这里做了壁壁壁 然后有一说一 但是确实是 种水够 这是正面 楼梯啦 亭台楼阁啦 远商进水啦 还有刚才在这里看 一个是站着的 一个是坐着的 这个是坐着的 这样可以看清楚了吧 这个坐着 哎呦我的手太大了 这个坐着 这个站着 看来这两个人出现 这个是老板 但是不管是老板还是员工 都满载而归 好 把它展示一下 种水这么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